Hello, 各位大好, 我是家臣 我是騎子 騎子在這裡 騎子很難得上來這裡 因為他不是找我的 因為他是等於另一個叔叔的 他等於叔叔 今天我們找到騎子在這裡 騎子在這裡玩了一個遊戲 是一個解謎遊戲 騎子說自己也是解謎高手 對, 我是解謎高手 這個遊戲就叫做Flimmed 就是一個被框住了的東西 是一個偵探的遊戲 聽到的BGM也很偵探 這個遊戲大概的玩法是 我們是一個黑色影子的偵探 他做每一件事 好像屋南裡面的犯人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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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他們每一個移動 就是根據這個拼圖 就是我們要拼好一個故事 令到他… 喔, 即是懂得動的 對, 對, 對 就是現在是反過來的 他應該是塌了火才吃煙的 而不是吃了煙才塌火的 就是這樣就對了 就是這樣塌火, 吃煙 然後就走出去了 然後我們要排好的故事去玩的 喔, 即是排故事順序是嗎 我們先試試看 現在警察衝進來了 偵探就走路了 然後呢, 警察就撞到他了 為什麼警察要追偵探呢? 不知道, 可能偵探的工時包有些重要的東西了 應該照計就把故事調轉 只有兩格可以移的 對, 沒有了, 那就只有這裡 然後就努力了 OK, 撞過去 撞過去 然後走 走 你可以轉彎 對, 警察就找不到他了 那偵探就走路了 喔, 即是擺的順序會有… 對, 順序… 喔, 那… 你試試看 我覺得讓你試試看 那我可不可以看每一個是什麼 你移動呢, 只可以移動你四格 即是頭尾是不能移動的 喔, 即是他現在就是過來了 現在就是過來了之後就被警察抓住了 所以我們要排好故事 喔,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 你就試試看 然後按Pay 喔, 按Pay 對, 可以Pay 然後他們就進入那間房間了 進入那間房間的警察就找不到他了 然後就一下 弄暈了他了 喔, 這樣呢? 咦? 咦? 對嗎? 對喔 咦? 警察這麼傻的 啊… 耶! 他現在是在玩被警察 對 然後這個呢 警察追到了他了 兩個警察 開槍 然後… 然後死了 證明的話 他應該要有障礙物擋住 應該是桌子 好像知道 不是, 我猜的 因為你有槍 你沒有理由這樣… 這樣避 的嘛 那他應該有障礙物擋住 喔, 然後就… 嘩, 那個桌子也挺實的 這樣就射不到 對 對 就是我們一個編排故事的玩法 多好玩 喔, 然後… 然後… 然後跳樓 然後到你了 看看, 然後是怎樣 然後飛了出去 哇, 這麼厲害 超厲害的 超厲害的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死了 然後就死了 所以… 有兩格可以動的 對 就是兩格不能動的 這些很簡單 但是之後會難的 之後會難的 我覺得之後會難的 那什麼鳥子打他 不是, 鳥子妨礙了他 他就射不了 OK 不如給你這個試試 我試試 我試試 這裡你試試 然後他有四格可以動 然後他就走過去 你可以先看一次的故事 有鳥子喔 對 繞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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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哇 然後就掉了去 對 所以呢 很明顯是第二格是不行的 第二格不應該放在這裡 這樣 隨便轉一轉 照一開始 一開始應該沒問題的 經過鳥子轉彎 應該是沒問題的 鳥子是 我覺得是這個水管 喔, 他可以爬下去 我也猜這個應該有問題 對 這樣就沒有了手傷的東西 會掉爛的東西 反而我覺得是警察 對 對 喔 我明白了 那應該是這個 那應該是 那應該是 欸, 鳥子可以動的 鳥子可以動的 不是 應該一開始避開警察 因為他在上面 你看到那個動物爬上去 上面是見不到警察 這樣呢? 對 對 上面看不到警察 我也在想 上面是沒有警察的 就是經過那個警察 然後再下去 然後再下去 避開了障礙物 然後就走樓梯上去 對 最後應該在下面 對 因為他在上面下不去 現在應該是對 所以這個遊戲 我覺得很好玩 它是第二集的 就是如果 如果觀眾覺得 是真的好玩的話 這些遊戲 我覺得是值得 給錢買的 真的 挺推理的 挺好玩的 這個做得不錯 BGM也不錯 不是, 政探 政探BGM 你上樓了 OK 他是不是最後 會有個結局給我們 不知道 因為我也是 剛才玩到你那個位 就停了 我自己偷玩了 我先玩一下 這個是怎樣 然後就 好, 屁了 然後掉下去 那就是他 要一開始跳來這個位 不是, 我想到 你想嗎? 你也想到 這麼厲害 先看 因為這個上樓梯 應該是 這個上樓梯 應該是最後的 我覺得是 但這個怎樣 令他不跌倒是一個問題 會不會是 一開始跳那個警察那邊 然後這裡 開始跳 不不不不不 先試一下 我覺得不對 我覺得不對 有一點問題 他這個位置應該有點難 他有個勾在 反過來 可以了 把勾和木條 反過來 他已經死了 你不要阻止他死 我不想你死 不要阻止他死 這樣呢 這樣應該就對了 不是跳過去 走過去 他應該用勾來幫助他 我覺得是 勾應該有用 有用的 因為這個遊戲的色彩很鮮明 你知道黑色的東西是有用的 對 有些地方叫對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他是對 斜一點 他真的難爬一點 到這個了 這個問題 我先進五格 一開始警察已經抓住他 真的不是 不是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落樓 我也覺得是一開始落樓 然後然後拿把斧頭 哪裡說斧頭 他也說斧頭 然後就應該下樓梯 不對 但是這裡怎麼過 應該是跳過去 跳過去 跳過去嗎 這裡下樓梯 然後避開這個警察 這樣 這樣 我猜是這樣 希望是 先看看 先看故事 下樓梯 然後就應該去到斧頭的位 斧頭 然後就應該 用來砍油 對 真的 真的用來砍油 不是啊 他打人的 他很善良的 他不是砍他的 上樓梯 上樓梯 對喔 上樓梯 在他背後 然後應該這樣上 他應該看不到他了 是啊 因為警察很笨 噢 劈爛了窗 然後在窗上 我在想 怎麼掉外 應該不是跳 我就說 我想是窗 怎麼窗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用的 斧頭是有用的 我的思想 完全是很正確 他丟了 但是他丟了那個斧頭 他沒有帶神器走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神器的功時包 到你了 來了 他的偵探出來吃煙了 這樣也完了 你做了什麼 只有兩個 一定是魚 不行喔 我想看他怎麼死 只有兩個 一定是魚 我想看他怎麼死 但是怎麼轉 我看一次 這樣撲過來 那警察去打他 然後就打他 然後呢 啊 不會力拿 那就反過來 就是拿個玻璃瓶 打他 拿個玻璃瓶 只有兩個格好沒有挑戰性 那他故事是這樣 你不要搏 你知真的嚇人神 什麼啊 那這個正常虛擬 不用想的 喔 搏死了 搏死了 不是搏暈了 他自己都暈了 他自己都暈了 可以喝了一瓶酒 下去搏 哈哈 好 這個難了 這個難了 他現在一開始 他在上面 不 我覺得上去要放在這個位 因為他上去這樣 他要最後上去的 對 最後要上去 但是這裡有個警察 所以 去之前應該要下去一次 就是警察應該要在上面 我覺得 然後這個位要下去 避開警察之後 警察在中間 現在 因為這裡要下去 對 那這裡要下去 警察在這裡 應該要上去 這個位置 然後 然後 上去之後 避開警察 他最後要上去 但是 怎麼上去 哪個位置可以上去 喔 完美 他可以跳過去 完美 我這個 然後就走到這邊 現在跳過去 OK 是不是很厲害 好厲害啊 我也覺得很厲害 然後到這邊 看看他怎樣死 我覺得看他怎樣死 是很開心的 馬上死給你看 他不是 他撞濕了 他撞濕了 然後 然後撞濕了 這裡 我這個要看顏色去想 你一個通常都不是這裡 第一張 他不會放在第一張 但第一張是對的 他竟然是對的 你覺得看顏色 要看顏色的轉彎位 他全部都看顏色 應該要看顏色 他這裡轉進去是藍色 那這裡是黃色 藍色 藍色 我試一下這樣 是 但是這個正面遇到 正面遇到 你可不可以用我公示包 你扔過去 他把明明就不可以 可以就做了 那就是這個 藍色 好亂啊 我本身很聰明的 你可不可以用 我本身是對的 整個C-路是 是次序 反過來想很難 對 很難想 等一下 橙色 應該是橙色的 他這個去橙色 因為找東西去藍色 找東西去藍色 藍色 藍色這個 不是這個是去橙色 這個去橙色 雖然不是這個 不不不 剛剛剛剛 剛剛 剛剛 剛剛是鐵嗎 我試一下可以嗎 我試一下 藍色 不對不對不對 這裏錯了 這裏錯了 嘩 立即換位置 好啊 可能這個 都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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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橙色出來 對 這裏橙色出來 這裏錯了 這裏錯了 蛤 蛤 蛤 不是喔 對喔 他避開了 欸 現在的人 這樣嗎 那些警察這麼廢 撥完他 他有射一槍出來 射不中 對喔 那就差勁了 但我都想不到 這裏只有兩個 我想看他怎樣死 好 有警探追著他 不要啊 Hands up 假裝中了 所以反過來 他假裝的時候沒有子彈 原來是射不出 應該是 對應該是 反過來 沒有子彈 喔 卡子彈 Damnit 他幫他陪伴 拜拜 Ewww 哇 掉下樓的 然後就 我不行 我想看他怎樣死 可不可以死 麻煩你 他不讓你死 他不死 他要我 一定要反過來 對他反過來才能動 現在有人這樣嗎 掉在垃圾車上 掉在垃圾車上 然後 然後 好開心 他的煙歪歪了 他不讓你 他不讓你 他不讓我 一定要我 他不讓我 然後先吃煙 無論發生什麼事 還是先吃煙 然後呢 結局 結局是怎樣 你看一下 你按吧 雖然只有兩格 好 看著他 究竟誰懷誰中 我完全分不出 我也是這樣 吃煙那個是偵探 然後拿走了一支煙 然後等我自己在口裡吃 但是他有鬍子 這個是Godfather 那樣子 彈了煙 教父 那樣子 有鬍子 感覺上 有懸念 然後呢 不能移 不不不 有有有 最好啊 有啊 有啊 你看 你的眼燈關了 你看 眼燈放在這裡 照著那個女人 這個女人做什麼 不知道 Boss up他 Boss up他 電話不能打 我可不可以估計劇情 現在我估計不到劇情 不要移住 你估計劇情 怎樣 我想估計劇情 大家覺得呢 下一集的故事是什麼呢 他剛才為什麼會有個女的探員出來 還是女的偵探出來呢 很明顯可以二五仔 你拿個箱子 Boss他 不是啊 可能和他交接 我們今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留個Like 我們下集就找這個 超級蠢的 奇子過來吧 奇子真的很煩啊 他經常說錯話 我剪了他 都像個傻子一樣 我們今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留個Like 還沒訂閱 記得訂閱我和奇子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